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南公民安恩珍主演的NBC韓劇《恋人》 尚未開播就引發居民們期待 曾料近日卻傳出替恋人宣教的南韓演員公司 過去曾涉入一起12人輪爆案 甚至還鬧出兩條人命引起爭議 根據受愛者家屬的說法 2004年他的女兒以配角演員進行活動 曾料卻遭到經紀公司內的組長 星探等12人性侵 當時決定報案的受害者 卻遭到警方二次傷害 讓她最終在2009年選擇親身 由於受害者是被妹妹介紹到該公司 因此姐姐過世後 妹妹就產生了無法承受的愧疚感 最後也選擇自我了結 而蓋起事件曝光後 就有知情人士爆料 當年的其中一名加害者 仍在業界工作 且近期還在戀人劇組 擔任配角的選角負責人 讓得知消息的受害者母親 憤怒的發起居刊運動 對此NBC電視台4日也發出聲明表示 劇組的確有找外包公司 負責處理配角演員 且具有正義的工作人員 也曾到訪過戀人的拍攝現場 在事件爆出後 為了考慮觀眾的觀感 目前已禁止相關涉案人員進入片場 同時也終止了與該公司的合約